我們來看看怎麼使用這個雲端硬碟 那寫這個平台硬碟怎麼把它加進 事實上這個雲端硬碟是來自以前叫做Google文件 叫做這個Google文件的 那麼它主要可以支援幾種類型 第一個當然就像Office一樣 Office的檔案都支援 那麼簡報最近已經開放到50MB 就是說如果你有簡報是50MB以內的都還可以用 很少各位簡報會超過50MB的 很窄,所以你又貼數位大片 一直貼Word這樣子貼,那個才會變很大 一般人應該還可以 那事實上表是20MB以內 PDF比較慘一點,2MB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直接編輯 那麼雲端硬碟現在既然叫雲端硬碟 所以也就是說它已經不定位在所謂的線上文件的編輯 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硬碟來用 所以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說為什麼要有一個這個限制 這個限制指的是不是說檔案只能在50MB 而是說當你要變成能夠在雲端直接編輯的文件的時候 這個檔案大小限制 今天如果你只是檔案當作一個分享的空間 那麼單一檔案最大是250MB 比如說我的檔案是一個DIP 那它就是最大就是250MB 這樣您大概瞭解的意思 這個檔案限制主要就是能夠在線上直接編輯的 直接編輯,如果你單純只是看只是分享檔案 這個是沒有差的 那麼瞭解了之後我們就來試看看 你可以把你的檔案傳上去 那麼在上傳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會問你要不要轉換為所謂的Google文件 如果你要轉換為Google文件 就可以直接線上編輯 如果不轉換 假設你是Authis文件 那你只能看不能改 只能看不能改 那這個是您看一下 那到底您的雲端硬碟在哪裡呢 您到Google之後 來更多就會找到有沒有 雲端硬碟,點進來 那預測的話呢 它是5G的空間 當然如果您覺得不夠的話 可以再增加 最近它的策略改了 以前我們用的時候比較便宜 連G沒有一起的 一年這樣 這樣 500元 Google不是Yahoo Yahoo一個帳號一年要1200元 5元 5元 美金 以前是這樣的價格 那這是一年 你有20G的空間 再加上原本的7.8G 那現在它政策有改了 就是一個月這樣 去12倍 但是你的空間就是變30G 就是連Gmail 然後有Picasa網頁上部的 還有Google文件就有30G的空間 就再更大一點 那加上你原本的5G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它現在有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這些空間更大 所以看你如果不夠的 如果你覺得清點之家的 你就拿申請兩個Gmail帳號 不夠就三個四個 只是以為我們來講的話 那因為我們像工作上需求 我就會比較喜歡整合在同一個帳號 會比較好用 那這看也沒有關係 好 那麼一進來之後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還是跟我剛剛講 桌面會滿出來的道理一樣 一定要先做資料夾整理好不好 不然的話你在這邊 像我在這邊 就是會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您可以先在這邊先建立 有一個叫做資料夾 這樣應該了解吧 好 那它的資料夾的概念 並不是說那個檔案只能歸納到那樣的資料夾 它是標籤的概念 所以你今天同一個檔案可以歸納到不同資料夾 這個要注意一下 跟我們一般的使用習慣不一樣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先整理一下 那麼各位 我們主要來看的就是 如果你要上傳檔案從這邊上載 你看 如果今天各位用的是這個Google瀏覽器 你可以直接把整個資料夾丟上去 這個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你用的是IE 那就很道歉 就是一個檔案一個檔案來 所以你用Google自己家的產品會相對比較容易 那當然 在這裡面 這裡有一個叫做下載Google雲端硬碟 相信各位現在都有聽過很多像Jobus 一些就是所謂同步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除了透過網頁端的這樣直接來管理以外 你也可以下載一個同步的 也就是你在你的電腦裡面有裝了這個應用程式之後 你只要丟到那個資料表的東西 它會自動幫你做同步 相對的你如果是傳網頁端增加的 它也會幫你做同步 也就是你的電腦會同時備份一分下 這樣了解 這個就看你要裝或不裝 我們現在當然就不用了 我就從這邊先上載一個 假設我是一個檔案的 好 我找一下我們這邊 這個好像有點大 好 你看 當我點了之後 它就會問你這件事情 它說 我現在是每次都會確認 它說有沒有要不要轉換 有沒有 如果你轉換就可以線上編輯 假設你不轉換 那就是 這是一般的檔案來處理 但是 只要在Office的文件 當然可以預覽 所以看你要不要轉 如果你要轉 那它上傳上去就會開始幫你轉換 好 擅長完畢 OK了 好 那這裡呢 即將完成 因為轉換要一點點時間 那已經好了 那你打開 這個是有轉換的 所以我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做編輯 不過說真的 不可否認的 就是 如果各位是Office的使用者 難免在轉換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格式大的差異 你看 我在這裡面有用什麼 那叫文字藝術師 有沒有 就會怪怪的 好 這個就會怪怪的 那一般性的應該都還好 像這個都 內容都沒有什麼問題 比較怕的就是 你有像這個文字藝術師 還是一些那個影片 之類的 比較特殊的 才會有出現問題 這樣OK嗎 好 那這個呢 如果你確定都OK了 像葉手邊他最近還多了這個研究 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吧 好 你如果這樣子好了 你可以就直接在這邊直接做 那當然一樣這裡 你看既然是雲端版的 有沒有修訂版本 跟我們剛剛在協助平台一樣 都可以使用 那麼 今天你只要有上傳上來了 我這個就先把它關掉 你看我左手邊有沒有多一個 那通常我不喜歡他丟在這裡 我都會點到他 就告訴他 幫我做歸納 這樣你了解 比如說一個是我測試用的 上課用的 然後也是屬於測試用的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歸納在不同的資料夾 有沒有這個 這個可以勾起來 應該可以勾起來 欸 現在只能一個嗎 有啊 兩個 你看我現在有沒有同時勾兩個 你按住Shift 按住Shift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標籤的概念 不是資料夾 那你不是資料夾嗎 對對對 現在只是 沒有變成用那個核取方塊而已 所以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了 這是您就是上傳之後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傳到這邊之後 其實我可以拿到哪裡呢 可以拿到這邊來用 你看我們在這裡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編輯這一頁 你看我插入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叫做Google文件 我剛剛那個是簡報 所以叫做Google的簡報在這裡 我就可以把那個拿來這邊用 所以你看我把它點進去 有沒有發現它會連到我的那邊 對不對 可是 在這裡 點到它我就告訴它 選取 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你可以自己決定說簡報的大小 存檔 好 這樣好了各位 我們先把它儲存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這樣是不是就看到了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播放 當然如果覺得這樣子太小 這裡有全螢幕 你不覺得這樣就有點像要減帶了嗎 對不對 就沒有那個好像在裡面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 有些時候我們的資料可能來自於 剛剛那種文字編輯式的 有時候來自簡報 甚至很多時候我們的資料 尤其有研究高高的 你會一次有那種統計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邊 直接呈現出來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整合概念 那我現在就先退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的不敢去簡報 你的還是Google的文件 你都可以從這邊直接插入 打出來 好 甚至像我們現在常常會有什麼 常常會有這個 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地圖 假設你是開個研討會的 那等於一次兩次 研討會地點不一樣 你可以把Google取得的地圖拿出來 你可以直接先找到地點 比如說你看我們的這邊 好 我們就找學校吧 找到了這個地方 有沒有個連結 按一下 我要的不是這個 我要下面這個 當然你要上面這個也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邊 告訴他我現在還要插入一個Google的地圖 你就把網址給他 請他搜尋一下 應該直接貼上連結也可以 或者直接在這邊找都OK 好 好 方高 你自己決定 確定 一樣把它儲存 這樣可以吧 就通通都整合起來 對不對 所以 用Google這個產品 在這邊 最大好處就是 其實他所有產品都是可以整合的 你在使用上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 現在 因為你要做文件大罐 要做paper的時候 有些時候 是不是要用到 頓券調查 我們再看 怎麼把它整合進來 好吧